平等生活劇场 由平等机会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一台联合制作 阿平 为什么没努力呢 机哥不懂写吗 不是啊 彩主 是想起机哥他请了这么久病假 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呢 放心吧 他曾经打电话给我的 说休养多两个星期就可以上班了 其实呢 他病了这么久 上头会不会炒了他呢 因为呢 残疾歧视条例里面 是没有条文列明 顾员方病假的法律权利的 虽然是没有这样的条文 但是病假和残疾之间 有密切关系的哦 如果因为顾员请病假 请得多就炒他 是有可能构成为而发的歧视行为的 无论顾员患的是感冒这类小病 或长期病患 还是永久残疾 雇主都应该要考虑提供合理便利措施 之后几个月都要定期请病假 接受物理治疗 他的雇主说他这样做会影响公司运作 而且一个民员受伤 不是因为工伤 所以就炒了他 由于民员的伤患呢 是不影响他执行工作的固有要求 而雇主不但没有作出合理便利措施 又证明不到作出合理便利措施 会引致不合情理的困难 所以就有可能是违法的歧视行为了 还有哦 你刚才说 如果是工伤 雇主就应份给你放病假 这里又有一个相关的个案 你看看 这一单 雇员因工受伤 不能够继续工作 而他的情况 又没有什么实际可行的便利措施 可以提供到 于是雇主就依照劳工法 向他作出工商赔偿 然后解雇他 他觉得雇主解雇他是残疾歧视 雇主解雇这个员工 就未必违反残疾歧视条例 因为他确实执行不到工作的固有要求 所以都是要看回每个个案的实际情况 不是一刀切的 更何况阿基这么做得事 公司又怎会因为几个星期病假而炒他呢 那又是